63岁的李家超 是第一个纪律部队出身的司长 他多年来都是从事警务工作 直至2012年开始成为保安局副局长 5年之后升为局长 任内处理多项极具争议的议题 李家超1977年加入警队 2012年提早退休 由警务署副署长改造保安局副局长 5年之后更上一层楼获委任做局长 也是本港回归之后 第一个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 立法是我们特区政府牵制的责任 我们是会努力尝试创造有利立法的环境 上任之后他先处理高铁西九龙站 一地两检的问题 在本港站内的内地口岸区实现内地法律 2018年他第一次引用社团条例 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由于这个社团过去多次表明 要用尽一切有效的抗争去争取港独 又不排除使用武力 我不能够只是将这些事情当为政治口号 五同年港人陈同佳涉嫌在当地 杀害女朋友潘晓荣潜逃回香港 港府说基于港台两地 没有签署司法护助协议 未能将陈同佳涉送台湾 开始建议修订逃犯条例 同时涵盖内地等地 为日后反修例冲突买下伏线 市民我们是否要容许一个在外地杀人 或者性侵犯儿童 或者强奸等逃犯 在市民和市民每天一起生活在香港 而威胁市民的人生安全 政府最终再修订建议 收窄涵盖罪行的范围 不过增议升持续 引发大游行 大会说有大概100万人参加 警方就说高峰的时候有24万人 之后演变成大规模的示威冲突 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 第64复合议条 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 不过冲突街头暴力未有停止 去年6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 止暴制乱 通过 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虽然可能表面不太活跃 但有可能只是走向地下化 我们要继续加强情报工作 港区国安法之下 超过50个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捕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多个一传媒高层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 李家超同时冻结《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的资产 《苹果日报》星期四停止运作 母线电视记者陈佳恩报道